在NBA中,老人欺负新人已经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了,强如现在的浓眉戴维斯,在新秀的时候也被队友扒光衣服反锁在了更衣室,利拉德更是被巴图姆威逼利诱,背上了很LTT的粉色小书包。 不过,大部分球迷都认为联盟中只有一个队伍不会欺负新秀,那就是马瑟。 不过,你们还真想错了,稳静如马次也不能在这方面免足,执行欺负新球的老人自然就是永远的21号新秀邓肯了。 之前就有一段14年伦纳德上脱口秀时,爆出了自己刚加萌马次的悲惨经历。 在主持人的一再逼问下,小卡嘴一漏,说出了自己新秀时候,都被邓肯要求在每天早上球队训练时,在甜甜圈给邓肯还有吉诺比利吃。 老实如小卡,也在所难免邓肯的魔爪啊。 其实这已经不是邓肯在马次的第一次作案了。 邓肯的好基友帕克和吉诺比利在加盟马次时也难免被邓肯羞辱。 帕克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邓肯整整一年都没有跟我说过话。 从法国来到NBA,你队里的超级明星还不跟你说话,尤其是你还是队里的空位,挺难的。 因为作为一个空位,你应该和每个人交流。 邓肯这次对帕克用了一招无视的,也是恶狠狠的欺负了一把帕克。 看起来邓肯真是邪恶啊,秃子就更不用说了。 不然为什么叫他秃子呢? 想当初吉诺比利出入联盟时也是长发飘飘的美男子一美。 但是现在说多了都是累啊。 不过可惜了,按照小卡这性格,马次队以后应该不会有这种传统了。 不过不知道邓肯出入联盟时有没有被大卫罗宾逊以及对那老人欺负过呢? 不过还真有点想这个邪恶幽默的带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